觀眾朋友歡迎再回到我來推台 楊青順對上夏輝凱 A比兩隊低一點的難單賽事 這一次的開球又是有進球 進了八號球 現在好像要關心的不是進球 而是要關心的連接球 連接球這個一號球 對 只要連接球好像還可以進攻的話 後面的球根本就不用替阿順擔心 問題現在這個一號可不可以過咧 可以過 但是要很準 要注意這個六號球 要打這個正中央或外角 你這笑人一定 真恐怖了 就這麼一點點縫 他就把它給塞進去 現在這個母球做二號球 力量稍微大了一點點 怎麼講呢 他稍微多走了一點點 現在你要打這個帶 或是打右上方的話 打這個帶來講的話 你這樣做要注意一下這個腰帶 他剛剛如果說停在這裡的話 都可以這樣打這個帶比較簡單 不過剛剛一號球實在是很準 而且你會走這種直線的這種力道拿你非常好 可怕 對 連續CLEAN TABLE 好 看到選擇腰帶還是底帶 底帶 就是要注意上方的腰帶 我們剛剛講到了 他這角度也拿捏得很好 那簡單的一顆心過來 想一想真的很恐怖 這個年輕人從哪裡來的 好 簡單一顆心 不能做太直 他現在做球已經到了這種畫鏡了 好 如真化鏡一樣 然後 真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今年看阿順打球 可以說是表現到 最棒的一場比賽 而且這是一個LIVE直播 這麼重要的一個賽事 你看他這個表現 幾乎是百分百的演出 我覺得到連三就已經是百分百了 現在已經到千分千了 而且我覺得可怕的地方就是說 平常有很多職業選手 他們甚至於比這個 稍微難一點的群 他們都有辦法 只是說他的持續性跟穩定性 沒有辦法像阿順這麼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強調 選手的球技在台灣來講 已經不是問題了 是一個抗壓性的問題 而且臨場的這種重大比賽 這種標準的 而且事實上選手這個專注度 能不能夠持續連六秒 也都是一個問題 對 我們看他這個六座七 雖然角度稍微不夠斜 七座九 感覺這個有點角度 但是我覺得 這只是一個角度問題 對他來講應該也是 也是解決掉 厲害 厲害 連六值 楊金森上面是6比0的領身 真的 流氓與鋼琴家的愛戀 一段不會祝福的競技面群 我只是個流氓 而你是個鋼琴老師 我怎麼可以喜歡你 他們的下一代 要如何掙脫姐弟身分 勇敢去愛你 未來綜合台 8月12日晚間9點 鋼琴 哇 這個比數6比0的 我想應該賽前所有觀眾朋友 萬萬都沒有想到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兩位選手 實力在伯仲之間 但是沒有想到 楊金森居然就是 不讓沙威凱有任何上來表現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阿順的想法是說 我連讓你喊暫停的機會都沒有 這太可怕了 這真的太可怕 你看他在比球的時候 這母球回來幾乎是貼顆星的比球 除了第二局跟第三局 在連接球上有Lucky的現象 其他完全是玩瘋了 包括第四局的這個二號球 是一個吊球 他還跳球 對 那個跳球 去表現出 阿順就是我不防守 我就是拚了 我們開個玩笑 這個布德儀常說 擋我則死 這個阿順實在是不可思議 我們現在開 就是之前這個跳球 而且他都算準了 這個球跳進這種母球 走一個三顆星 這種選手 你怎麼跟他打球 阿順不要轉播了 走 不要播了 不要播了 我們只負責轉播 我們不需要跟他比賽 真的看得火大了 那麼厲害真的是 討厭 好 再來看看他的這個第七局 來看一下連接球 連接球都稍微遠了 連接球 2號 看一下 這觀眾已經不管 不管照 這個夏威凱 關心這個連接球了 夏威凱已經回應觀眾一個苦笑 我們絕對4號球帶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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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組球啊 他感覺像這7號9號 這個7號打進攻的帶口 好像也是一個 稍微要考慮到的問題 不過這組球來講呢 首先你2號球 沒辦法進這個帶 再來3 8一組 7 9一組 那我們看阿聖這個球怎麼拼 這個球當然可以打罐球 可以打罐球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2號球拼這個帶 那事實上這個帶好像也是可以進 但是要放中 現在觀眾是在笑著 我知道他在笑著 笑我喊得太大聲 絕對 我真的暈倒了 這個球 我真的要帶到他鼓掌一下 對不對 真的打太棒了 剛剛觀眾在笑我說 我喊得太大聲 但是我就帶他鼓掌一下 真的 沒錯沒錯 這個轉球給你 把他打成像籃球 這麼現場 這好像是一個 這是灌籃吧 還是阿里屋 這個 這個完全是灌籃之後 他把籃框扯下來 唉唷這樣子 真的啊 那時候我們要請大會趕快換一下籃框 好 這太可怕了 他真是 他起風了嘛 氣笑了 喔氣笑真的行 我覺得裁判這時候應該 給他一個特例 不要趕快計時 這個球 球比你剛才是不是講說這個球沒機會 喔 對不對 我覺得沒機會 對啊 那是你啊 那不是他 對不對 喔 真的太奇怪了 現在要三八捧 我們看三八捧 灌球其實也可以 好 繼續給他膜拜一下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不過這七九 我看他怎麼解決 七九的確是不好解決 好啦 他在解決我就站起來給他膜拜 好不好 不過我們最好最近 這段這個時間要注意一下 這個距離他至少要超過兩公尺以上 不然會被他這個殺氣給 給這個 這個影響到會受傷 好我們來看這個三好球打腰帶 這個可能會有點定幹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做一個角度出來 我們球待會這樣子 看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這兩條路 一個是三顆星 一個是四顆星 反正就是要帶開啦 這是一定要帶開的 這是一定要帶開的 那當然他也有抓一種角度 三條路 看他了 那這條路看起來是比較不妥啦 直接撞擊是比較不妥 好我們看看這個球 他自己精密度在哪裡 看看 這球就是我們剛才 但是不好意思他一定想辦法解 真的嗎 對他解對面這個 在柯欣回來解 這個球硬要講的話 就力道稍微大了一點 力道輕的時候摸到剛好 就是輕輕碰一下 然後母球就不要再多跑 當時 或者是這個球碰薄一點 碰薄一點的話 這個母球可以稍微 還可以卡拉口嗎 應該是可以 或者是 這個球如果說要打一組CD 沒意思了 我覺得他這個球應該是結 而且6.0 那我們這個裁判還蠻注意時間的 我開管下去 這時候也不要去管時間 好 馬賽 馬賽要來勾進 我們看這個球 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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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鼓掌還是鼓掌 這個真的是搖不起來 這個 沒有辦法講但是任到目前為止的 表現 給予 一百顆星的評價 對 夏威凱終於有機會上來 9號球 下會再打進 目前的比數是1比6 我們再休息一下 這場比賽真的太好看 我們待會兒回到現場